《賛趣了》 還剩四個網友 有人夢 泥巴土豆看來 照日天有 自由博愛 Demask 文貴回來了 文貴回來了 剛才發現了秘密了 測試發現了秘密啊 政界谱 别搭理 这个老流氓 瞎口折腾 你等他折腾折腾他就知道咋回事了 别搭理他 你们搭理他就是给他面子 他也不值得理 他连个保守空里去都不是 红二代当然大了 太大了 芝加哥健身团 任志强先生现在不聊 未来我会有一期好好聊聊 我跟他还是有些过去有些间接直接的来往的 东北老乡太好了 这个黑客攻击的方法 我们现在刚才逮到了一个很好 又取了证也找到了一个方法 嗯 有意思 有意思啊 王林啊 王林这个我跟他熟 我跟他认识 人都死了就别说了 这个我被他坑了七百万人民币 然后呢花了很多时间 谢谢您做着梦把傅政华给抓了啊 谢谢太好了 谢谢太好了 我的推特呢 有些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很多关注的 还有包括这个我看的都是被黑客给取消了 大概每天我们的评估大概在七千到一万一之间 被他们给这个拿掉了 关注 每天 因为每天现在增长量大概在两万三左右 和这个一万七之间 所以他一定保持每天让你增加两千到三千 然后再把你这个给你给你取消一些 这就是这帮人干的这些坏事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不是文贵把你们拉黑了 不是给取消关注了 是黑客们 又看了吗 没有啊 肯定黑客在这看着呢 那肯定看着呢 绿地集团有背景啊 我站着呢 我站着呢 大家看着 我知道很多这个推友都给我发信息 说这个被这个取消关注了 被屏蔽了 全都是黑客干的 说说泛雅 我每次都说泛雅的事情 我正在高度关注中 放心吧 我期待着所有的相关人士多给我发一些这样的信息过来 这非常的重要 多发一些过来啊 我这收集的录音 大部分是自己编造的 还有我给别人发的语音 然后他把它组合到了一起 那不更加证明了我 我真心的是爱国吗 真心的爱人民吗 真心的爱政府啊 他给我做广告呢 这下我脑子有问题 我说哪句话不对了 有什么不对的吗 哎呀 这个泛雅这个坑人就是腐败干的事儿 腐败啊 真正的黑手是腐败啊 我经常去加州 过几天去加州 一周后去加州 咱不能随便说明星 都不容易 咱干嘛 咱不能为了创新高就说明星啊 不可能的 我不在乎 说实在话 我不在乎这些事情啊 这个我在乎的事情 是和推友们真诚的沟通 让大家知道真相 让大家得到切实的利益 这是很关键的 你像这个 现在的中央的某个部门的重要的领导 这个 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 把这个其中的几个明星请来 几个小女孩子 都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女明星 几杯酒下肚去 当着面就对人家不礼貌 就把人家往屋里拉 是不是 最后那女孩哭着跟我说 她说 她说能不能救救我郭大哥 我看不下去啊 我看不下去啊 然后我就跟这个官员闹掰了 结果这个官员后来干了很多坏事 在网络上给我招摇 这种事我不能说 因为说了会影响这个女孩子人家的前途 但是呢 早晚有一天我会说的 说说其他的事情 说我夫人的事啊 我夫人特别胆小 就是一家庭妇女 哎呀 这老天爷不公平啊 这个我们家天天宣传爱国 把我太太宣传的现在 来了以后啊 这两三年了 这个半夜了 醒来以后就抱着问我 哎呀 你会不会有一天你就是成为叛国贼了呀 你说这怎么说呀 这话一说 所以我能不能有天变成叛国贼了 我说我叛谁的国呀 然后有时候还问我 哎呀 你说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是 被美国情报机构给弄去了 给人家服务啊 你说你哭不得 笑不得 怎么办呢 然后呢 我一个人说两句吧 他说你让我爱过的呀 你说过的呀 你怎么办现在 他用我的毛磕我的盾 但他不知道这个毛磕盾现在已经被吊成假的了 哎呀 很难受 包括我这女儿啊 每天都给我 特认真的给我做工作 他说爸爸你不能被邪恶势力所利用啊 你不能被这个反国反动势力所利用啊 他从来不上推特 从来不看我节目 昨天我在那看了一块赵岩先生的节目 和郭宝胜先生的 结果 哎呀 他一看 这个人好像东北人呐 哎呀 我说你说对了 哎呀跟咱们哥长很像啊 哎呀 听 这人说话水平挺好的呀 然后看到赵岩先生在翻白眼 在那笑 哎呀 他说你们这节目挺好看的啊 我说我们推特的世界是非常美好 欢迎你加入 起来走了 不看 为什么 很多官员告诉他 推特都是邪恶的 好人不上推特 什么人不上推特呀 精神不正常 没工作 没饭吃 人生不得已 你说把他给训练成这人了 他以为我们推特的人都精神病的世界 你说这玩意 哎呀 被爱国洗脑 太可怕了 我女儿一半脑子被洗了 我夫人是绝对被洗了 爱国为什么爱党啊 最起码谁给他全这党代表国家了呀 我什么时候 我在任何地方没说过爱国党 任何情况下我没说爱国党 无数个领导都问我这个问题 说你这个官员你要爱党爱国 我说你说错了 我爱国不爱党 我为什么爱党 凭什么爱党 李嘉诚先生 要谈李嘉诚先生 别谈 我这一谈香港的股市 我估计都暴跌 得暴跌 我可不想谈 我谈真的是现在 文贵过去28年准备了28年 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我告诉你 香港的富豪在大陆做的恶 一旦被揭开 全人类也是会震惊 有些人是变态的 有些人二十几年前 一位香港的富豪 专门有一帮队伍在大陆 专门找处女 找13岁到17岁之间的处女 这个找了处女以后呢 就把这个用红枣 最好的红枣 干红枣 塞到这女的阴道里 给她养了 让她吃 她认为这样补元气 你去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畜生 你七个绝对不自恋 绝对不自恋 但是呢 也绝对看不起自己 你想 这些多可怕呀 多可怕呀 而且这些人 你想想 都被这些盗国贼们 以爱国的名义 所谓的统战的名义 然后让他们帮助洗钱 帮助作恶 出卖香港 当了实实在在的卖港贼 多少人哪 谁敢站出来说不啊 所以说香港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这老百姓就不敢站出来叫香港议员说 谁敢签下来一个保证书 我在大陆没漂不仓 我没有在大陆和盗国贼们联合去卖香港 谁敢站出来说 啊 有人敢吗 香港的这些建制派的议员们 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些警察们 高官们 谁敢签下来 向香港立法会去签下来说 我没在大陆漂不仓 我没被大陆警察威胁过 我没被香港的 就是国保 国保就是在香港的调查部队 国安的人 没被他们给左右给威胁过 谁敢说 这不很简单了吗 在建制派在那立法会这么嚣张 为什么图锦身长毛不去问他们 说你敢不敢签下来 长毛先签给他们 我没去东莞漂不仓 他们敢不敢签呢 让他签签试试 不是 香港的这些警察们 每个人都签个保证书 到廉政公署 我没去东莞漂不仓 我没向大陆 配合大陆警察在香港抓过人 我没配合大陆警察去收回家 我不知道大陆警察收回家 有没有这样 有人敢这么说吗 马天部长 我不相信他犯罪 他是完全被陷害 就是因为掌握了很多人 私生女 腐败 贪污 盗国 掠夺国家财富 是被灭口了 我不相信他是被 这个不相信他犯罪 绝不相信 他马部长的故事 早了呢 我未来好好给说 他当时是管港澳台的 港澳台很多事情他都知道 他在下边的那个最关键的人物已经被庄二主给弄死了 就是怕他知道的东西太多 但是他人是死了 但是这些人的资料没有死 这是肯定的 我是对国家抱有希望 我对国家抱有希望 台湾当然是民主了 台湾绝对是民主 是 就是 为什么今天我站着说 同时要是的同时 因为刚才我说到 太多太多推友们的关心啊 担心啊 还有推友们 特别是发来的很多信息 特别是老兵们 发来的信息 因为我还在开会 我就出来跟你们 事实网络的时候跟你们也聊一聊 哎呀 现在文贵在推特的世界的感受 这温暖 亲情 不能言语啊 台湾要统一了 台湾统一 郁达国贸从来没挣过钱 它成了我一个融资的工具 一直都赔钱 我看到你了 看到我们 看到你了 我 我最不想当就网红 我最不喜欢就当网红 哪个省最腐败 都腐败 没有不腐败 所有腐败的程度 超出你们所有人想象 你们就绝对不可想象 马建福部长 几次在谈到这个中国的腐败的时候 他都是伤心欲绝 他感觉到这样下去 国家就完了 因为他掌握太多了 每个人都装傻 骗老百姓 最可怜的都是咱们老百姓啊 中国历史上哪一次最后牺牲不是老百姓啊 货币贬值一万倍 最后就是国家将换了朝廷 哎呀 哪个不是如此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啊 就为了挣钱 为了和当官能达成这种腐败 官司上勾结就不行了 就是让 当作为小三儿 能被人家宠爱一下子 那自己的妈都能卖出去 自己的女儿都能送上去 要钱 要得了不要脸啊 不要命 妈都不要 闺女都不要 老婆给人家 多少这样的人哪 装门做样的 开着私人飞机 说着那种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 事实很简单 你敢说真话吗 不就你那点钱 你胆子大嘛 你不要脸嘛 是不是 找几个当官的帮助你弄点钱嘛 是不是 动不动就说着自己高达上 好像自己欲众不同 有天赋一柄的智慧 在中国有智慧 你一定没有未来 在中国你勤劳 勤劳是给别人赚的钱 在中国你有能力 有能力可能是你的灾难 只有一样的让你过得富裕 过得好 那就是胆大不要脸 胆大不要脸 这是起码的常识 谁都别把自己弄成高达上 赵本山先生我熟 我秀他那 这是天才 他现在出不了境啊 很惨啊 得罪人了 但是赵本山先生给中国人带来的快乐 我觉得任何一个有常识 任何一个有天理的人 都不要对人家个人这样大的评价 那都是羡慕妒忌恨 转移社会视线 人家赵本山先生给中国人带来的快乐 他享受什么样的生活都值得 我觉得中国人要一定给他尊重 而且要支持赵本山先生 而且一定要让他继续表演 他是中国真是也是百年几百年不出的天才呀 不出的天才 太难了 毕福建先生本人不认识 所以说不敢谈 签名是被这个黑客给黑了 这是一 第二个咱们大陆的现在网络上都在黑 咱们希望网友们踊跃的到白宫网站请愿 这个咱要到国贼们看看 我们推友的世界力量的巨大 赵本山是国宝 绝对是国宝 薄熙来不谈 薄熙来先生跟我有渊源啊 有过间接的 很密切的交道 哎呀 我一谈又触碰了政治进去了 因为知道太多了 先不谈嘛 以后再说我 薄熙来先生就是有一样 确实是女朋友太多 女孩太多 我那个朋友跟他谈了一段恋爱 这个承天跟我讲他这个方面 这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明星实际上是最可怜的 大家要关爱他们 太可怜了 明星啊 基本上在中国人脑子里边伤人 那就是下三滥被他们利用的工具 明星那就是他们的尿筒 想干嘛干嘛 在桌子上看到明星都装着看不起 然后喝完酒以后 恨不得都把人家拖到床上去 哎呀 特别是官员呐 官员把明星都当成自己家的小三啊 我上次问你说了嘛 子怡是个挺棒的女孩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大家都要谋划 北京人 北京女孩不会说这个好听话 不会撒谎 但人非常不错 潘石屹的料多了去了 还没开始呢 潘石屹同志的桃色新闻 潘石屹先生的往海外的转钱 还有他的这个资产和项目的来源 还有跟一个个人的较量 包括也想在这个权力上 毛个一席半直 这都有 这个未来我好好说说他 我先让他出手 我先让他出手 等他把手出完了咱们再说 我就喜欢看到人家把子弹飞一会儿 让人家出手 人家出了手咱才有机会 潘石屹在美国资产多了去了 我隔壁的大楼 百分之五十股权是他的 叫机翼 机翼大楼 又不行了 又卡了 OK了 我现在我掐的时间呢 十八分钟 上次是在十六分钟 这个网的测试 今天推友们咱们聊聊天 测了网 很有意思 一千四百个网友现在在线看 再线看 推友们你们那句 咱人不多啊 我简单跟你们说几句啊 未来 所有的爆料 你们的好奇心不但会满足 真的会震撼你们 咱先花点时间 让你们心脏练练心脏练练心脏 练练心脏 这不是黄燕的小手啊 让你们先有个适应的过程 我不希望每天大家很多人爆完料以后疯了 自杀了 跳楼了 有抑郁症了 我不希望你们这样 现在先熟悉熟悉 等到文贵把料真爆完以后 你们经过这段的磨练和锻炼 你们能感受到 2017 18 19 我保证你们的人生最精彩 大家拿出时间来 好好有耐心 当你们这三年过去以后 你们会对自己的人生观 世界观 会完全不一样 按计划进行 一步一步来 第一季 第七集 在明年 2018 年 5 月份以前完成 然后开始进行第二季的 一共七集 然后到时候第三季 一共七集 马云先生 未来到一定时候吧 我估计第二季的时候 有些事会牵扯到马云先生 那也没办法 跟阿里巴巴有关系 我就让你们知道咱们国家这些年 这些钱是怎么被人家洗走的 你们是怎么被在一周内夺走了 25 万亿人民币的 这些钱又都去哪了 这些企业在背后是如何跟这当官勾兑的 又如何把老百姓当成猪来养的 骗老百姓的 为什么你们的房子越来越贵 工资呢 越来越不值钱 钱越来不管用 生活很忙 收入很高 质量越来越差 身体越来越不健康 幸福指数越来越差 这就是未来我就能干的事 包括中国的演艺界 明星界 各种名人背后被操作的故事 你们的被欺骗 我认为人这一辈子最可悲的就是 你被骗了 这比拿走钱可悲 被骗了 像易珠宝 易珠宝有一个很关键的 A10 这是几分钟 现在断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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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 再静子看 我要拍一下 对 停了 因为那个有支插 不是 是那个没有钱的 可以了吧 一线